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好的结局了 我希望的结局是怎么样 269对269 你知道269对269以后是什么结果吗 僵局 他们的法律规定 269对269以后 总统由众议院决定谁是总统 副总统由参议院决定谁是副总统 根据目前的情况 众议院是共和党领先 所以是罗姆尼做总统 参议院是民主党领先 所以是拜登做副总统 所以我本来想看一个罗姆尼拜登组合 我正好相反 太热闹不怕事大的 我今天早上10点多 我的美国的同事 就从纽约给我打电话来长途说的 Congratulations Your man won 就是说祝贺 你的人赢了 一定支持奥巴马 在白宫他们就认为你肯定是挺奥巴马的 祝贺你他赢了 然后我的确也特别高兴 握过手 而且当然了他们也觉得你这种女性见奥巴马肯定有 除了这个政策之外 还有这种感性的 有吗 有有有 你隔着白宫的桌子看他真是迷人的眼睛 灿烂的笑容 我就由此对这个罗姆尼除了他的政策都对他长相 其实罗姆尼也是一个帅哥 但是我就觉得他长了一种白种人的果子脸脑袋太大 什么等等 就是这幽默感不够 你老是有有这种偏见 实际上今天我一看他败选的那个痛心内 五内剧粉肯定是 因为那个连那个他出来之前迟迟不肯接受 那之前这个奥巴马 就是民主党的前克林顿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辩士 就是在内阁都说 哎呀我太知道了 他们现在就是they're dying inside 就说罗姆尼和他的权举班子里边都在死亡啊 他真的太痛心了 他们完全以为他们这次会赢 因为经济这么坏 像这种连任的是很少见 大概只有什么罗斯福或什么 而且呢他们这么接近 让他们准备就说最后他们迟迟不出来 出来他这个败选演讲 虽然很雅 很那个姿态很好 但是很短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匆忙写旧的 因为没有想到 是吗 真有这实在必得的 我今天上午一直在看CNN在等 还不出来还不出来 一直到因为他应该 我觉得双方早就准备好了 午夜就应该出来 他持了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双方都早就准备好了 也有一定的道理 他准备的很短嘛 你没跟那个上次那个 McKey那个败选的 很长 非常稳定 但是你要考虑小杂刚才讲的方法 基本上内分泌在起作用 为呢 我看不是 徐老师 你的荷尔蒙也不会正常 他昨天看这个CNN 看到夜里几点 对 我是 不知睡去 首先第一个 我是在北京看 我深感幸福 能在北京看直播的CNN 然后呢 每个小时 他在之前 比方北京早上的五点钟 六点钟 七点钟 八点钟 他每个小时公布 那个各个地方的 那个预测嘛 我每个小时看 等到快真正要到 我还要要快接的时候 我不行 我不行了 我看 之前啊 我就一直在看啊 我就是 我想我干什么呀 放心 前半段你看了 但是结局我看了 今天中午 他有微博上 就是说 模拟我的口吻 就是说 就是今天这个情况 说三人情要聊这个大选 这个文涛肯定是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真没错 我才不看呢 但是他当选了 我就看一眼 看一眼呢 成王败寇 今天微博上有人说 这也有点阴子慌 就说他跟他老婆说 奥巴马当选了 他老婆说坏了 说怎么了呢 2012那部电影里 美国的总统 就是个黑人总统 硬了 你知道吗 真是 而且美国 你朝 绝对不是 宣扬这种 末日情节 大好的日子 两国 中美 中美根本不好 中美根本不好 由此你为什么要挺罗姆尼呢 罗姆尼这种强硬 在大选当中 这个中国被提了50多次 假的 完全是 当然他上任何人上台以后 他会有所改变 因为你要跟大国搞关系 都会从国家利益出发 搞地缘政治 但是奥巴马完全是被动的 跟着他 我觉得要骂中国 他的这种强硬的 就是小布什那一套 以后他的外交关系 一个是我觉得 他不同意他内政 就是给富人 还是要继续减税 基本上民主党发言人 我是挺民主党的 然后在国际上 国际上 你这么小牛仔 这种强硬的 干什么吗 就这种 他是有点要妖魔化中国吗 共和党 共结也不是 一定是勾结 他在南海这些地方 什么航空门 就一定没有 民主党那么强硬 中国 中美关系要有大突破 比方说要管教日本 一定跟共和党才有可能 民主党比较坚持原则 坚持他们西方的民主原则 你明白 共和党会为了利益 跟你compromise 我不一定 因为奥巴马是一个中 中左 我给你们讲点材料 这个 咱们从这个 我跟你真什么 真是莫名其妙 就是谁想到 你怎么挺乱 他急 我是为了开心 我就是说民主党和共和党 你从电影上看 你就能看出来 也未必像你说的那样 我觉得他们做一调查 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你看 看电影 爱不爱看电影 跟什么有关系 看电影的是民主党 爱看电影 民主党平均看电影 5.7场 这半年里 共和党还不到4场 而且共和党人 一般是在家里买碟看 民主党 就民主党人 喜欢去电影院看 那是因为民主党是年轻人 不是 你往下看 说共和党明显更喜欢看 就在奥斯卡获奖影片里 共和党明显更喜欢看 音乐之声 美好人生 而民主党爱看的是 沉默的羔羊 雌雄大盗 说到近年的影片 共和党会 这对美国调查的是真的 共和党一般会选择什么 灵魂冲浪一带骄马 我都没听说过 民主党会去看什么 社交网络 坏老师 绯闻计划 什么的 我都看过 你看 绝对的 绝对是 没错 而且就是说 现在民主党经常反对好莱坞 不是 共和党经常反对好莱坞 说共和党找不到 他们想看的电影 然后共和党人反对 这个电影当中的性暴力和粗口的这个情节 但是呢 这个民主党认为好莱坞电影还是正面的 真分人心的 你从这儿能看出两党 民主党 它是这个中产阶级 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女性 少数民族 就是弱势权底 穷人 大国 也不一定穷人是分的 分两个 大部分 共和党 其实他操纵了一大批选民 其实他选的是 其实他是个大商业党 而且是中老年的白人 就是比较财富 而且这个 但是他在小城镇 他其实很多选票 你看他这次摇摆州 我前些时候去了 这个罗亥罗 我最后没看到 这个工人都还 还都选共和党的 但是有意为的 最后的那个总的人口的选票是哪个高 奥巴马 也是奥巴马 相差不是很多 就49%到50% 奥巴马是popular 这个是50% 本来他们担心说是共和党赢这个选民的票 选民票 而他那个赢选举人票 这样就给执政的合法性 但是我听见的人啊 就确实 徐老师他们这种很有代表性 一般我认识的 这个在美国待着的 这个上岁数的 就是这个华人朋友 都给我说 他们基本上就是简单化 觉得这个选择奥巴马 这就是瞎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愚蠢的民众 就看长相 然后呢 就是瞎了 就是说真正选择罗姆尼才是对的 就那意思 罗姆尼是有真本事的 奥巴马就是个马英九 这个华人真是 也真是难怪 这华人一个上不去 在美国 华人大部分还是支持奥巴马的 不是 有一些传统的 他们就是挺功夫的 他们有一个说一会儿嘛 就是说这个奥巴马 就是当卷了今天啊 然后这个这个基层民众啊 这个抱头痛苦 热烈拥抱 说终于可以活下去了 然后中产阶级呢 相拥而弃 说又要加税了 然后呢 中产阶级不是都这样 他其实那加税 就是说就是加的百分之top5% 怎么说呀 百分之5的最富的人 实际上你要年轻过百万 收入百万以上 你才会受到影响 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年轻二十万以上 对 所以他们就说富人们 现在准备换国籍了 私自私的富人们 其实民主党有很多 对啊 有很多大富翁啊 包括都是认为太不合理了 就是像那个巴菲特那种 说巴菲特 凭什么我要这个富 比我的秘书还要少的税 对不对 那些大的 很多好莱坞明星 包括我知道这种 你会特别喜欢的 美国脱口秀的这种主持人 Bill Maher 你会爱死他的 他们都是 就是亿万级的富翁 非常有钱的 他们就觉得太不公平了 这样子 你应该尽你的责任 你凭什么要这么多的财富 你还不能 这个我们就是今天 奥巴马这个 获胜的演讲里边说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国梦 不是光是一个强大 不是势强凌弱 而是要有一个共同体 不是光是要 你说就是大鱼吃小鱼 这不是真正的美国梦 对吧 那么有良心的富人 我也我也 其实会 我也真希望 奥巴马代表一种价值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 的确是一个 你看你看公和党 这是一共和党的卧底呢 先去广告 先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听说美国有个老笑话 这个老笑话每年今天呢 都被套上新的名字 要讲一次 所以呢 我们也仪式性的要讲一下 就是说呢 昨天呢 这个昨天晚上呢 这个罗姆尼就跟这个夫人讲 说明天晚上 你就跟美国总统睡一块 然后呢 到了这个今天 今天结果出来了 是吧 罗姆尼夫人很激动 跟他说 老公你看 是奥巴马到咱家来呢 还是我上他家去呢 每回每四年 不是每四年 美国都讲这么一个笑话 套上那个 上次讲的是小布什 说到老婆 我真的跟你们想探讨 这么一个问题 这什么民主党 共和党 跟咱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 老婆跟咱们 老婆跟咱们有关系 我说的是啊 今天我就看了个底 就是奥巴马的这个演讲 我突然间觉得啊 虽然说 现在咱们中国人 对于他们西方人 动不动就是感谢老婆 这一套啊 已经很了解 甚至很欣赏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 河北小农的后裔啊 我突然觉得就说 尽管我理解我欣赏啊 但我打死我 也做不出这种事了 就是说 他胜选当总统啊 就是在这个时刻啊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爱我的太太 我什么爱你 我会 要不说这真是文化的不同 我会觉得 即便我真的很爱我的太太 就是说 我无比的感激她 我觉得 哎呀 要脸不要脸的 这场合 对吗 我太太也不需要 这种演讲词 她到最后一次的演讲 就是 马上明天投票 最后一次演讲 她掉眼泪了 掉了一滴泪 然后呢 那个镜头就被反复播了 她用手插了三次 她讲的还是讲的很激动 但这边呢 就就 那么结果他们就把她 跟四年前的镜头做对比 把她跟其他的掉眼泪的情况 做对比 的问题是 流眼泪是一个眼睛流的吗 哦 他们 他们就 要是一个眼睛流 那就是滴眼药水 我看的是 他说 他就说到底是寒风呢 对 还是他的动感情呢 这 但是我就说 的确政治家有都有演讲做秀的这一面 我就 我就正好 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说感谢老婆的问题 对 我的问题就是说 在他这个 这是什么价值观 就是说 非常重要吗 或者说 当然 比如说 当然 就是说你多么爱你的老婆 在我这选民心中 跟你这总统 不是 能不能治好 你作为一个人 你就是说跟普通的人 他因为就像中国你要抢 就是我们这个儒家这一套也讲了 你做人 修身齐家 对啊 你要从这讲起 一直讲到国家 你看他最后 你开始感谢老婆 到最后他那个结局 最后一句话 演讲出永远是上帝的光芒 继续照耀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这个其实我不喜欢 说实话 我不喜欢这种 对 还专门说 美国这种上帝保佑 对 美国这个是很不对的 宗教立国这叫 对 而且就是这种自吹自擂 我们就这种大男人 我们我上次不说这个是大洋 我们是大阴 一个一个大男人 你整天拍胸 不是说我们是最美大 我们觉得又行了 我们爱死你了 但是您能不能谦虚一点 不要老自己说 我是老子天下第一 你没有 这就有点 没错 我跟你说 他不可爱 就是有点 但是我觉得 他是一个演讲 这种群众运动 你必须要有一种大众口味 就前行说 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 我正好9月也去鹅亥鹅 他后来我去演讲 我去问了一个小大学 然后后来这个地方 这个奥巴马又去了 最后他不是摇摆州吗 我有一个鹅亥鹅的朋友 就在那当场 他说他去了 我说他讲的怎么样 对 他赢了 结果这个朋友就说的 我根本没听见他讲的什么 就完全是让你热血沸腾 讲什么都完全不重要 就是一场秀 让大家很热情 到时候会出去投票 徐儿刚才想说什么 你刚才说 为什么不理解 他们在越是重要的时候 越是要想他怎么爱老婆 因为他们圣经下来 人的定义就是一男一女 最基本就是一根肋骨 一男一女的关系 是你人的本源 就像我们在最重要的时候 你得感谢父母 中国的文化 甚至在延伸出来 还得感谢国家 感谢党 就在你最重要的时候 你得说明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在那个时候 好莱坞 每个演员上去都要讲 一定是把平时偷情都没关系 在那个时候 一定要把老婆小孩讲一大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里头他有一种群众基础 他是礼仪 比方说 不是 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知道这个林肯的党是什么 共和党 林肯可是被他的老婆折磨的 这一辈子郁郁寡欢 对吧 有一个非常 据说是非常糟糕的老婆 没错 那么假如说林肯在台上 那一个是他有没有必要这么宣布 再一个就是说 他要说我不爱我的老婆 是不是我当不了总统 告诉你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这是一个大众文化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 在没有电视的时候的演讲 完全不是这范儿的 不管怎么样 你也得这样讲 你要贯彻这个圣经的精神 就算我的老婆打我的左边的脸 我得把右边的脸伸过去 还可以体现我是林肯 你怎么能记恨你老婆呢 就完全其实不是奥巴马的趣味 奥巴马我认为是少有的知识分子 美国总统 他其实是相当精英的 他恰好说的也是真话 他没有那么恶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真的很爱他老婆 对 这一家刚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说 哎呀 一个Black Kennedy 你知道就是说 他们一家 就像一个黑色的肯尼迪家族一样 又时尚 又一家太漂亮了 总有一天你会失望 而且就证明了 这个人呢 还是得减肥 在今天的时代 那最后是受人当总统 对吗 谁体型好 谁当总统 罗姆尼还唱点了 没有没有 罗姆尼一家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但是真的不一样 罗姆尼的那个老婆呢 不耐看 看得有点胖 奥巴马老婆耐看 当然 奥巴马好 还雕像型的 一个女的 中性的是最漂亮 上品 奥巴马老婆别 奥巴马是beautiful 你从雕塑的角度 我可以承认 这雕塑 抽象雕塑 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这要仰望一下的 感觉的确 但是你们都不是 她太太啊 你知道吗 长的是什么呢 长的是 我见过这种女人 往往是女强人 就是浑身的这个能量 往外长 你知道吗 就鼓的一个疙瘩 一个疙瘩的 你看这 我真挺厚度的 脸上也是 她就以为到 实际上你说成 施瓦心格了 那是真的是 一个一个往外 我见过那种女强人 大家一见面 就是一种喷波欲出 狮子鼻火喷狗 你知道 她会你就觉得 对 就长出来 你看 这个人去压抑做酒了 她就压抑当酒了 隔岸关火 这个真是隔岸关火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有关系 我这一路看 我觉得她还是蛮好 那个CNN传媒最希望他们接近了 我一路看她这个地图放 我觉得她整个这个报道 我觉得结果不重要 过程很重要 我觉得她第一普及地理知识 再什么人呢 看了一天的选举以后 美国什么州 什么州什么情况都知道 第二 各个州 多少老百姓生产什么 他们的平均收入是什么 他们那边的医院是怎么样 教育是怎么样 尤其是摇摆州 介绍的清清楚楚 我觉得这个想象共同体 培养爱国心 你知道 假如你是加州的人 加州你怎么投票 跟你都没关系了 可是你会关心 这个Virginia 你会关心这个 而且就关心她 她具体哪一个Condition 然后她就告诉这个地方 他们的平均收入多少 这个地方黑人多少 你知道这是多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她就是一种民主的狂欢节 又有大众的这种性 而且她的国父 我觉得她美国人设计的政治 真有一种务实的贤明 就是说她又照顾到了大众选民 这个popular vote 又有这种选举人制度 她其实是一种精英的 对她的一种制衡 其实是为了大家好看 你记得吗 我觉得选举人制度 是有点像一个比赛一样好看 要是全部全国的人一起投票的话 就没这么好看了 那倒不一定 我觉得她是小心这种大众被操纵 对 既然讲到国父 咱们倒是可以聊聊她的根 就是广告之后 咱们可以谈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廊 每座城市 从清晨到夜晚 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和心情的付出 相信每一个小微的力量 中国民生银行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人生若是舞台 衣柜就是后台 欧派整体衣柜 有家有爱有欧派 你知道你讲这国父啊 华盛顿呢 反而你看这个源头 是个不左不右 华盛顿没有党派 不是民主党 也不是共和党 甚至华盛顿当那个议会 他好像当过议长 什么之类的 一个国父就能够做到 一言不发 在议会 就华盛顿这个人 莫言 莫言 没错 早应该得诺贝尔莫言奖了 是吧 而且呢 你知道我就发现 很多他这个规律 他这根上啊 对立的 矛盾对立的事物 会相互转化 这个今天的民主党啊 最早叫共和党 是吧 最早的名字 他是后来这么这么 演变而成的这么一个党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啊 不是法律 而是传统 美国的宪法里 从来没有讲 他是什么两党制 什么民主党共和 没有讲啊 他也曾经有过三个 到今天选举 七个党 今天你投选票 有什么社会党 查党 查党不是党 查党 什么什么自由党 我这个在站点华尔街 说我还游行 跟这个社会主义党 我说怎么这么 跟社会主义党有缘分 从我们家楼底下游过去 我往查尔街 我就进去加三 一进去 我发现左右 正好打着一个横幅 叫socialist party 这几个人在那 像老嬉皮的那样 在那正在那 敲锣打鼓喊口号呢 他也是一个党 而且他在选票上 你可以填这个党 你可以填这个 而且英语里 这个党的名字 我还真是挺喜欢 他叫party 是吧 他里面最后 你看吵到最后 他是什么 他是国家大于党派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那个 规则大于结果 我刚才讲269 269吧 就到最后 怎么照 还得照规则 最典型的就是 那个哥尔跟小布什 在佛罗里达打官司那次 最后最高法院决定 我就盼望着他269 对269 哎呀 我就为此 又来了 中国这个民国肇使的时候 有一个西方观察家 就写写中国的国民性 他就说 他们这帮人真不好 就是说 要选举 没选上的人 就不说话了 然后躲到背后 去搞死 背后搞手 你不管他怎么虚伪 他输了 还得出来说 以后我们是一体 所以阴性文化里边 要多见阳光 我觉得互补就会好 我们阴性的东西 太独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启示录 我觉得我们大阴之地 你倒挺羊的 哎对 所以我有点 从今天走嘛